各位朋友大家好,相信金國聖誕對MIRROR的粉絲來說應該是最開心的 為什麼呢?因為兩天前,MIRROR的12位成員送了一份最好的聖誕禮物給一大群粉絲 就是一首歌叫做十二 這首歌是由湯令山作曲以及湯令山編曲 所以整個感覺都是很湯令山的感覺 很輕鬆的一種感覺,很放鬆的一種感覺 配合著這個在校園裡面去一個聖誕節去找這顆星的旅程 整首歌給的感覺都很放鬆,很溫馨,揚入住一種溫暖的感覺 看下去發生什麼事呢? 誰這麼聰明找到禮堂裡面的聖誕樹不見了一顆星呢? 就是以這個Harry Potter造型的姜濤這個小朋友 你看到他左手手指一指,為什麼不見了一顆星星呢? 於是就怎麼辦呢? 就立即去找他另外十一位隊友好兄弟去找那顆星 但你看到這隊友都在圍著聖誕節 在做一些預備,希望有一些報紙 但是唯獨是他就在練琴,可能在練一些聖誕歌的 在課室裡面大家做不同的事情 有些人坐在桌上,有些人拿著一本書 有些人就在假裝看書 你看到右邊的Anson Lo就是拿著一本書 但其實是在偷望劉應廷 劉應廷就在看聖誕卡 Tiger就在看著他 去到籃球場裡面,姜濤就周圍找人 課室裡面又找人,音樂室又找人,籃球場又找人 告訴他們不見了一顆星星 但這兩個人在打籃球是不對的 應該要預備報紙聖誕節 他們兩個就在音樂室裡面,在練跳舞 可能也是為了這個聖誕的舞會去彩排 但你看到這張照片就會聯想到 這麼熟臉的一種顏色 接著有些知識分子就會說他們又抄韓國的BTS 因為BTS都有好幾首的MV,他們的服裝非常彩色 MIRROR還不是抄響他們? 難道他們穿素色嗎? 所以不要經常說他們抄響才行 你看到這些服裝是非常七彩的顏色 非常鮮艷奪目 不知道哪一個成員最吸引到你的眼球 再下去,就是告訴他們 不要唱K主,請幫忙找星星 不見了一顆星星 他們兩個很有趣,在樓梯上說唱 不過這次他們唱的歌詞是用英文去唱 給樂迷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接著再下去,就是Anson Lo戴著褲眼鏡 一個文青的造型 大家就在這裡插畫 究竟怎樣去找這顆星星呢? 先看看平面圖 校園裡面究竟去哪裡找呢? 我很喜歡穿短褲的 今天找到上天台了 找星星當然是去一些外地的地方找 於是他們就走上去天台那裡 看看希望能不能找到那顆星星 甚至是由日後找到晚上 你看到這個場景基本上都是黑色的 應該找了好幾個小時 甚至有一點探險的感覺 甚至去圖書館裡面 為什麼不開燈呢?難道是停電? 拿著電筒在這裡 希望能夠找到那個星星 但最後都是找不到的 但我發覺Ian在這首歌裡面的聲音 唱起來挺清新的那種感覺 唱得很好 最後大家十一個就混集在禮堂裡 為什麼十一個呢? 因為有一個要壓軸出場 那是誰遲到呢? 就是Tiger 當Tiger一進來的時候 神秘的事情發生了 當MIRROR的十二次 他們能夠聚首在一起的時候 那顆星星就奇妙地出現了 那一大班粉絲 其實看完這個MV之後 其實都很感動 因為其實在表面上 就是一個尋找星星的一個過程 但你見不見到為什麼 最後他們會找到那顆星星呢? 重點是因為他們十二個都齊集 無可反映今年 其實MIRROR的個別成員 他們都有一些單曲的發放 比如AK的三個字 有Edan的小孩聲 E先生 Anson Lo MegaHeat 不可我教主 姜濤 以及柳應廷等等 都超過接近一半的成員 都有自己的單曲 似乎如果以全對MIRROR的名義 而出的歌 可能都是 如果沒有記錯 兩至三首 所以相信 一班俄迷 其實都是引頸以待 希望能夠 他們會繼續有一首 一起唱的歌 想不到今年年尾之前 在叱冊班長來之前 竟然MIRROR 就給了一個驚喜 給了這首十二的一首歌給大家 其實象徵的意義就是 他們仍然是一體的 仍然可能人氣 可能某些成員是特別高 但總體來說 他們是十二個人為之 一個合體 即是他們是一個非常團結的 一個藍團 其實這個象徵意義都是很重要 因為其實是說一個也不能少 希望他們下年 2022年 都會有更加多的歌曲 是能夠一起去製作 去演唱 以及其他的成員 都能夠有機會 是可以 都自己出單曲 相信都是樂迷之福 咦?這個MV 最後有彩蛋 那彩蛋是誰呢? 不是AK 是這個 金毛仔是誰呢? 就是作曲 以及編曲的一個 年輕的創作人湯令山 如果你不太熟悉他的話 我只有一段影片是介紹他的 其實他最近都很紅 都不用我介紹 你看到他其實很年輕 如果沒有記錯 他只有20歲 在這班MIRROR十二子裡面 應該是他最年輕 但偏偏他做的角色就是校長 很有趣的一個反差 這首歌充滿著一種聖誕的氣氛 相信是MIRROR送給一班廣大樂迷 希望你們能夠收到這份禮物 在這裏也誠心祝福大家 聖誕節快樂 能夠平安幸福 好,再見